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,苗栗县通宵镇通宵渔港拥有不少渔船进出,不过冬季期间,气温较低,且受东北季风影响,海岸线品质且无天然遮蔽物的通宵渔港常常可见飞沙袭来,渔聚汉渔网因而受损只有所闻,苗栗县政府争取经费,兴建渔民休息事尽于聚仓库,希望让渔民工作更安心,今天正式启用。 当地渔民指出,由于通宵渔港属后朝港,一级必须配合潮汐时间,渔民在涨潮时要赶紧出海,再趁着涨潮时回到渔港内,为了便于作业,渔民常将渔聚汉渔网放置在渔港,但是冬季来临,东北季风一吹,渔民身材工具常常受损。 另外,渔民说,陶海人看天吃饭,所以常常在渔港旁等待合适时机出海,但是冬天难免感到酷寒,特别是在渔港旁,所以一直期望能够有一个提供渔民暂时休息和放置身材工具的地方。 苗栗县政府争取台电,渔业署补助2500万元,新建渔民休息室寄于聚仓库,历经8个月时间,总算完工启用。 苗栗县长徐耀昌指出,渔民休息室寄于聚仓库外观设计融入渔船与飞苗本意向,内部一楼设置仓储区,二楼为渔民后潮市,并且妥善规划建物与外部空间动线, 希望能充分发挥渔民休息室寄于聚仓库效能。